最近, 暴徒也開始使用爆炸品 除了我們早前見過的一個土製炸彈以外 我們也看到一些懷疑的爆炸品出現 昨天在九龍區 我們最少接到四個舉報 是有關懷疑爆炸品 當這些懷疑爆炸品經常出現的話 可能會令市民掉以輕心 隨便去處理它 但是假如它真是一個爆炸品的話 這些輕率處理是會隨時造成傷亡 無論如何 我們警察對於任何的爆炸品都會專業處理 尤其是過去在示威區 是真正出現過土製炸彈 並且在警察的附近引爆 糟糕 各自身感染研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